Hello 大家好 莎姐 現在是6時4 我今天是有上班的 不過不完全地有上班 因為有些東西 關於電腦那邊要IT部再設定 手頭上的東西基本上沒什麼東西弄 不如早一點4時半離開 如果不是只錯我又免得 現在先提一提大家 現在天氣很快就黑了 我6時出門口 即是晚6時下班 天氣已經黑了 也會涼快很多 大家要多穿一件衣服 我今早已經是長袖衣服 再加多件外套 畢竟我家是山頂 雖然山不是很高 去到東涌那裡 海景 風涼水冷 人都沒有多隻 昨天也有少少想吃到 所以我早一點回家 今天休息一下 先講到新的麗芝國收押鎖 我自己有兩個疑惑 剛才網友都說 我說的是對 不過因為這個時候 財赤這麼多 所以各界人士才這麼大反應 我會回覆這件事 另外 也有看巴士的步 大家都知道 常鋒有說過 懲教不是單單懲罰 也要教育 希望可以再次投身出來 他亦都提出兩個觀點 他就說 要不需要見這麼大的機樓所 就是這麼大的回客室 即是探監室 可不可以用Zoom 現在科技這麼方便 可不可以用Zoom 另外他就說 要不需要負額病房 送他去公立醫院的負額病房 不行嗎 他就提出了這兩個疑惑的建議 我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應該這樣說 有問題的並不是他們 有問題的是沙姐 因為大家認識我這麼久 看了我這麼多年都知道 我想的事情跟一般人不同 一般人是打橫打直 然後散開 我很多時候是打斜切進去 畢竟是家裡 長期訓練 這個訓練就是 精神虐待各方面的訓練 所以要想很多事情 令自己避免被虐待 所以想的事情是特別古怪 除了正常人想的事情 我還會想起一些不正常人 大家都知道我有精神病是這樣的 說一說 我自己覺得 網友說是因為現在赤外赤這麼多 所以他們各界才這麼大反應 我心想要等多久才不裁赤呢 不要跟我說現在裁赤不要搞這些 不要跟我說這些廢話 在數字方面 在財務方面 我說數是沒有輸過的 那你告訴我現在裁赤這麼多 不應該做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沒有裁赤呢 三年?五年? 還是十年後? 就是說 我可以告訴你 未來三至五年 財赤只是會沒有這麼多 但是都會還在財赤當中 不要忘記我們需要搞的什麼 明日大嶼 這個是一個大工程 要花的錢也多 也不要忘記我們有一幫年輕人 是不思進取 同樣地香港經濟是有差的 因為你全世界經濟都差 而香港最主要的是什麼? 金融和旅遊 那你要問一下 全世界經濟都差的時候 怎麼會有錢去旅遊呢? 不會因為你特別搞多些東西 他會突然間去旅遊的 不會的 就算你現在內地 COVID之後 新冠之後他們都開始復工 已經開始生活 有起色 也都有5%增長 為什麼他們都不大手大腳 有些人還在說 哎呀中國崩潰了 經濟不行了 雙十一就旺丁不旺財 不是啊 是因為剛剛過完新冠 大家的餘經都沒有過 也都看到外面的使道 就是說你外面歐洲啊美國 除了我們中國之外 還是叫平穩之外 其他那些全部死到 全世界都死了 你中國一樣是會死 現在都是靠我們國民消費 來頂住 那你要想一下 那些人都會自己拆著庫頭 啊 在香港旅遊這麼貴啊 不要啦 我不如國內旅遊 哇大佬 香港酒店多貴 香港酒店比澳門酒店還貴 澳門酒店同樣 一千元 人家的房間大過你香港很多 漂亮過你香港很多 那我做甚麼要呢 正如我這次 預約了十一月尾 去澳門玩四日三夜 其實就是澳門珠海四日三夜 我都預約珠海啊 橫琴和拱北啊 橫琴那些大很多啊 漂亮很多啊 便宜很多啊 那就橫琴啦 喂 星期六日那麽多人 不要啦 星期一至四又便宜些 又沒有那麽多人 那就星期一至四啦 我都會這樣想的 那每個人都會這樣想的 很正常 那我們基本上 一向以前旅遊業 八九成都來著我們中國內地的同胞 但是大家知道黑暴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都不想再來了 然後再加上新冠 大家旅遊的意欲都淡了 更何峰 對於黑暴的時候的魚經還沒有過 那與其 好老實說我真的要去旅行 我都去過第二個地方 不會選香港 反正我都是花錢 我為何要去這裡 所以你說旅遊業會不會起飛呢 不可能的 第二大金融業 金融是來做甚麼 別人扔錢下來香港投資 買股票 或者籌集資金 幫他們籌集資金 公司 基金 那些 金融業 你想想 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 玩甚麼金融 是吧 你 到處都沒有錢 你投甚麼資 怎麼會投資 下來 所以其實 你不要說 這個時候財政不應該說 你要等到甚麼時候 你告訴我 要等到甚麼時候 三五年內都不會有 你會不會覺得 三五年內 全世界 外面的經濟就會好 是沒有可能的 你如果現在 馬上 河烏戰爭馬上停了 耳巴戰爭馬上停了 三年後都還有些機 三年後都還有些機 你以為整個國家的經濟 是等於我們打工 到月尾就很涼 不是的 要整個經濟復甦 要三五年 是一些很平常的時間 何況 你河烏戰爭 搞定了嗎 都未談妥 哪製造利好消息 都不要說真的有經濟發展 你製造利好消息都沒有 都未談妥 都未開始談 分分鐘 耳巴正在打 還在吵 你覺得耳巴會打多久 那俄烏呢 就已經玩了兩年了 耳巴這樣的年勢 起碼拖多半年了 那你會怎樣 到時又會重創 你就知道了 美國又要給他們武器 歐洲那邊又有人反他們 美國又有人說要支持巴洛斯坦 又在亂 你覺得亂的國家會有經濟嗎 那你就看到了 未來三五年都不會有的 他們裁爺都說 就算是下年 不會有一千億的財赤 都可能有五百億 那你這樣說的話 你這輩子都不用說了 難聽點說 等到鄧炳強下了去 不是去哪裏 等到鄧炳強離開這個職位 都不用說了 但問題是 你怎知道現在的收壓所的情況是怎樣呢 可能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隱患危機的 亦都這樣說 當你市道好的時候 的造價也未必是這個數 一分錢一分貨 亦都這樣說 等於我們經常說 樓市好的時候 買了個樓 然後賺了一筆 然後再買樓 樓換樓 其實這個是騙你的 因為你在樓市高的時候 你賣了自己的樓 你還要住的 除非你說我不住 先租地方 租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然後等樓市跌回的時候再買 這樣會有機會真的會賺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在高價賣出去的時候 你都要在高價買別人的單位 那你是高買高賣的 沒有什麼特別是好處的 不是特別會有賺的 現在香港經濟不好 很多東西都維持著 不會說好像炒得這麼貴 所以可能這個價錢是合理 可能Dominion局長也會覺得這個價錢OK 先做它 可能這個收壓所以有很多隱患 為了不讓隱患出來就先做了 如果不是過多幾年可能經濟很好了 其實那時候我相信可能55萬就做不到 可能要80萬 到時候OK 我自己就會這樣說 但是也會這樣說 如果我們鄧局長離開這個崗位 下一任的保安局局長 又或者下一任的懲教署署長 他是不是又可以揮揮 或者他是不是又肯這麼努力去做事呢 又不知道 當然有些人 上風就說 其實是否可以用zoom去探監呢 我告訴你 絕對不行 為甚麼 不是技術性做不到 是太過高風險 你想想那一班人 有自律的嗎 你親自去探監 你要登記身份證 人要對過 你才可以進去探監 而且是有限制的 不是說 我有空沒事就先去探望黃之鋒 打卡 是不行的 是有限制的 但是如果你zoom的話 你只要拿到ID 就可以讓任何人上 你又覺得他們會不會真的 我登記了這個身份證就我去 他父母是登記了這個身份證的 我怎樣確保只是他父母 一個人跟他聊天 你不讓後面一旁人跟他聊天 你怎樣監管 你監管不了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 你怎樣確保 他們的懲教署 書信各方面都要檢查 如果你zoom的話 可以怎樣去看著呢 每人有自己的攝錄 你一樣是麻煩 如果現在會嚇失的 可能就是有些懲教署人員看著他們聊天 如果zoom的話 可以多人跟時間聊天 那你懲教署人員怎樣去分配呢 等一會 我談完了 你過來跟他們談 那這樣行不行呢 等一會走個美國領事過來跟他們談 又有什麼呢 況且你覺得他們會這麼乖的嗎 真的登記了就真的自己用嗎 他一定抗了給所有人 然後堆壞你的伺服 是不是 他們做不出嗎 黑暴做得出啦 如果我是黑暴 可能我拿到你的lock in ID 知道是懲教署 那一天 我們大家同時登入 堆爆你的那個 堆爆你的伺服 又或者我找些 賣給美國也好 賣給什麼都好 找些黑暴入侵你 那你懲教署的東西就很危危苦了 所以你說用zoom這件事 是普通人才會這樣覺得 在沙姐眼中我覺得是完全不行的 當然我不是普通人 我是一條噴火狼 是另外一個生物來的 所以其實用zoom這件事是絕對不可取的 另外賦壓病房 我覺得也是不可取的 不是說不建賦壓病房 改去醫院 我是覺得這件事是不可取的 一定要建的 為什麼呢 以前未有covid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原來生物武器是可以這麼厲害的 現在我們知道有covid了 有新冠了 原來人家做的生物武器是這麼厲害 你又要想一下 有多少黃絲黑暴還是在外面 有多少政府部門的人支持他們 你不用啊 你有條乾弟在裡面說 沒有鹹片 沒有沙發 沒有成 你來度假的 但是 都有人在說 呈 懲教署那邊 虐待等等 何況現在這樣 他們如果真的有一個傳染病在裡面擴散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覺得真的沒有人會對著他們嗎 大家可能他們已經忘記了新冠 有兩件事是害了我們 有兩波新冠 是因為什麼事發生 有兩波新冠 就是有兩個空少 還是一空少 一空少 不知道 一個就跑去藥房買藥 之後就爆了 另外一個就是 明明應該要在家旁邊的 就跑去喝茶 結果惹了一村人 大家記得嗎 記得了吧 你要想 如果他們真的有傳染病 而當中他們 呈教署裡面 即是收押所裡面 沒有庫押病房的話 那他就要出來醫院那裡 入庫押病房 那會不會將他們本身在收押所裡面的 傳染病 帶出去我們普通市民的社區 你會搞清楚 收押所是一個監獄收押所 他們是封閉的 他們的人流 起碼可以截到 萬一真的發生傳染病 可能暫停探監 那這些病毒就不會流出去社區 但是如果你說 他有傳染病 帶他進去醫院的庫押病房 那你就有機會將傳染病 帶進社區 一經過社區 透過醫護 或者透過其他人 就會整個香港擴殺 是對的嗎 到時 誰揹這隻鑊 你們立法會議員 會不會揹揹 肯定就不會 你們也不會說認錯 你們只會指責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做了措施 不做了準備 但他們是不會記得 我們否決了這件事 最佳的例子 今年立法會說 60至64歲 2元乘車 好像為庫房 帶來很大的重擔 要求要設上限 又或者加多一點點 但問題是這個法律 好像是通過了 上年才通過 今年才實施用 即是實施了一年 你通過的時候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將會60至64歲嗎 他不是說 突然間有一個傳染病 或者突然間有些事 地震 突然間需要花一大塊錢 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 香港每年都有出生 每年都有死亡 這些全部都在記錄上 所以有多少人 60至64歲 你是一早知道的 未來十年 有多少人到60至64歲 你都會知道 你根本知道會花多少錢 但你當時通過 行運組一年後 你說很貴 他們有沒有告訴大家 對不起 當初是我搞錯了 沒有承認責任的 那到時怎樣 如果真的 美國那邊又弄病毒過來 透過探監弄病毒給獄中的手足 然後弄到整個拘留所都是 什麼 嘗試過吧 帶些曱甴過關 想希望新冠惹到他們嗎 那你怎樣 你真是希望他出來社區傳染給你們嗎 作為市民的我不想 如果是傳染病厲害的話 可能同一時間有五六個要入負壓病房 那你有沒有想過 十個八個要入負壓病房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它是霸佔你資源 它是跟市民爭取資源 如果你真的到時你有這個傳染病 你想不想 有沒有搞錯 我那個負壓病房給了一個反 到時就會有人這樣說 蛤有沒有搞錯 你給了一個反也不給我 就會有人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在裡面起 亦都是真是無可厚非 更何況一件事 如果真的有十個八個反 真是用到負壓病房 那我要派多少懲教署的人 二十四小時陪著他 這個是人手問題 不是嘛 因為那個是醫院來的 大哥 我是要有人刻意去看的 但如果我自己在拘留所 或者在監獄裏面有的 你是不需要刻意去看 你只需要看他死得了沒有 你只需要照顧他 但是你是不需要找人二十四小時守住他 偶爾一兩個小時過來走一走 看一看他有沒有事 就是這樣 有危險到生命的 你一定要在醫院 但如果好像新冠那樣 沒有危險的 但又會到處傳染的 怎知道是誰反弱的 那又去負壓病房 又可以免除去把這個病毒帶入社區 又可以免除 如果真的在那裏爆了 有十幾個人中招 爆了 難聽說過 有十幾二十個人中招了 一間醫院負壓病房不夠 要兩三間的話 你懲駕處哪裏派這麼多人 去兩三間醫院守住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有些事情他們想得很奇怪 可能是我有病 還有一件事 我不建負壓病房 你覺得會欠多遠呢 你覺得會欠三十億 不會的 我不把拘留室建這麼大 會欠二十億 不會的 不會把這兩件事剪掉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需要十億 不可能的 基本上最多的錢是會花在哪裏呢 產坪的山坡 跟著就是一些 買的物料 安裝那裏 是會最貴的 你大小的房間 其實是不會差很遠的 你想想 你這塊地就是這麼大了 差在你是想著 是想著 建的 可能我舉個例子 這裏有3萬尺 地就是3萬尺 你可以建 3萬尺都是地方來住的 同樣地你可以建一萬呎用來住 兩萬呎用來做花園 其實不相差遠 不在乎會客室大還是小 不會相差很遠的 只是有一個會客室大一點 可以坐多一點 那辦公室小一點 辦公的地方小一點 是吧 沒有關係 這裡這麼大地方都是這樣間 不會相差很多 那你問我有一個負額室 你又覺得會不會相差很遠呢 其實最貴是削平的山坡 因為需要加固各方面需要一些技術含量高一點 接著就是買材料 人工 不會因為多個甚麼 接著就是一些醫療設備 所以不是因為多了這個室就會貴很多 你說籃球場那些 籃球架有多貴就不要玩了 石屎地來的 石屎地就算我不起籃球場 不起牌球場 都會 只是說可以收容多些人 但不起籃球場不起牌球場都不會省得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應該要理性去看 有時候大家看到好像錢是很重要的 但你又要想一下 如果萬一真的有人在裡面 就算了這些傳染病 都過來市區 這件事情 對香港政府來說 難道不是一個糟糕嗎 這個不是用錢 因為這個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 還有對香港政府的失不失望 這個是遠遠超過55億的 如果 我說了 萬一真的 那個婦日病房 程教署的人找人看守 結果走返了 這個聲譽怎麼算 這個聲譽不是錢來的嗎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可能怪些 有時候聲譽是比錢更可怕的 是關乎到信任的問題 更何況如果萬一都有傳染病 而不能夠即時送他進附牙病房 搞到1600個犯 500多個都出事 你覺得 醫院可不可以同時間吃這麼多人 又萬一一個麻煩 在運送的途中發現得慢的時候 醫院吃不完 運送途中轉來轉去的時候 走返 又或者那個犯 因為突然間收不到一些治療 死了 又或者因為這群犯 去了醫院 導致到輪候的人 時間久了 而導致到有什麼事 這個聲譽 程教署的聲譽 是誰負責呢 萬一真的有犯 這裡沒有扶壓房 又沒有基本診治 真的有犯死了 你覺得別人會煲得多大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不是說 你可能會覺得我偏幫 我偏幫 但是 看得我又說得通 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我自己 心我覺得是應該的 也可能會有少少偏幫 但是我說的道理也不無道理 如果你要想清楚 當日他們怎樣打壓警察 怎樣誣蔑警察 怎樣抹黑 警務署那邊 警員那邊 警隊那邊很辛苦才挺過這一關 你覺得如果懲教署 真的發生我剛才所說的事 你覺得他不會繼續抹黑嗎 他就會說懲教署 儲奸人命 明明沒事的 然後他們又故意拖延 不送他去醫院 這些抹黑一定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樣做是會好些的 還有你要搞清楚 不要忘記現在懲教署 你知道的收押所裡面 是有一定的黑暴在這裡 亦都有一定程度的黃絲港獨在這裡 更何況 黑暴時期鄧局長都說 還有很多人是現在個別處理中的 就是說未來的日子 他們會有更多人送進去 你現在不做定功課 你什麼時候 等他們送進去的時候 才想夠不夠大呢 你現在就要想定 整好你 如果他人送進去的話 這樣就可以更加完善管理 而不是說到時候才算 等他們打龍通 不要忘記那些黑暴 每個懂得擲手榴彈 不是 每個懂得擲燃燒彈 汽油彈 每個身體力見 所以我覺得 看清楚一點 所以其實聽完之後 都有點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想 我不覺得 別人是錯的 我只是覺得 原來 深深體會到 原來我是一個怪人 我經常都覺得 我自己 是想事怪的 我經常都會認為 如果我跟普通人一樣 這樣想事正正常常的話 我現在是不是 就不需要搞到這樣的田地呢 變成單身狗 可能就已經 一早結婚生育了 不要後悔了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